Professor Papa 身份成迷 有傳他是外星人 亦有傳他是理智未來 又或者是擁有超能力 今日 Papa 終於要揭露自己的真實身份啦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Professor Papa 一直以來不少觀眾都很想知道我的真面目 究竟 Papa 是男還是女 是不是普通的地球人愛貌呢 今日我就要揭開我的身世給大家知道 Professor Papa 我是一個最深於超自然力量和宇宙奧秘的研究者 但是原本只是一個擁有意識的能量體 我除了可以操縱電腦剪片之外 就什麼都做不到 Professor 花費了多年時間研究基因改造技術 終於成功創造出一個完美的人造人 並且將自己的意識投影其中 這個成果就是大家見到的這一句身體 Vtuber Papa 啦 Vtuber Papa 雖然是連下的身體 但是我擁有強健的體魄和敏銳的感官 由於我相信宇宙中存在其他智慧生命 並且很渴望跟他們接觸 有了這個身體之後 我就可以親身做科學研究 實現探索宇宙的夢想和發掘外星人的秘密啦 大家見到我全身白袍就只我是一個科學家來的 Papa 我現在正在著手解讀古代文獻和神秘符號 下一步我要增強我人造人的能力 雖然我將自己的意識投影到Vtuber Papa 的身體裡 操縱他的行動來和外界交流 但是Vtuber Papa 自身都有強大的人工神經網絡 可以自由活動 從此以後 Papa 就可以帶大家去旅行 環遊銀河系或者去地球邊緣靈探都沒問題啦 還有一樣非常重要的東西 就是關於我的人造人身體誕生的秘密 和頂尖的意識投影技術 我都剩下另一條片放在我的第二頻道 網絡補血站 而Vtuber Papa 出道之後 同時都會活躍在網絡補血站這個頻道 我會在那裏揭開更多大家有興趣的秘密 請按右上角或者影片簡介的link 看我的下一條片啦